吳嘉莉變了阿婆 吳嘉莉變了阿婆 現在我們的時間有點尷尬 現在我們已經在第一節 暫時已經做了四十分鐘 不如我們繼續做吧 還有一千多人 你想說什麼 你原本剛才看到一件很爆發的事件 我看到連登的帖子很恐怖 這個自由記者 他叫做Sam Dunning 有一位連登仔 發現了他的帖子 他的說法是 因為我們上個星期 抗議萬城戰狼之餘 無保守當現在都未發聲 你看到新韋城整個星期 都還未說話 或是外長 沒錯 所以你看到Sam Dunning 和秘就去追蹤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包括中共駐英海外警察局 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人追蹤 原來裡面 就真的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對啊 因為Sam Dunning 在Twitter裡面公佈了 中共海外警察局的新內獲 原來是跟上年 香港手足在唐人街 被中國人打的故事 但是中文媒體又沒有報 但是如果我看回樓主 別要為會死流淚 那他講下去 原來他譯了很多東西出來 譬如說很多人關注 在英國設立的海外警察局 沒錯 他就說 他是跟英國政治 中共 倫敦中心 所發生的襲擊案 即是去年11月 即是我在現場 是有嚴重的組織罪案之間 有什麼關係呢 這樣說起來就麻煩了 其實他說有四份報紙 英文報紙都報導了這個故事的一小部分 其中兩份他有份幫忙 他說他看回那個Twitter 其實他有一些記憶 是 他交代了Twitter上面整件事 Safe Guard Defense 就是當初踢爆 中共駐海外警察局 那六十幾個地址 其中有三個是在英國 兩個倫敦 一個是在格拉斯哥的龍複茶樓 是 到Times有報 你看回他裡面的連結 全部都有記憶 不是老作 他自己都有做相關的資料 甚至是報導的材料 Times我們看不到 因為收費 要付錢 要付錢才知道 其實Times已經報導了 三間海外警察局的地址 其中一個是跟林瑞友 這個林瑞友應該是在大陸做金主 是一個代表 其實他自己本身甚至乎 他串到在TikTok賣廣告 在推廣海外警察局 這樣也可以 天涯若比倫 海外110 這樣也可以 很恐怖 這個 你先聽聽他講什麼 我播一次給大家聽聽 你看到林瑞友這個人 那Sam Dunning 先聽聽聽 哇 海外警察局很溫馨 嗯 天涯若比倫 海外110 天涯若比倫 海外110 天涯若比倫 好順口 回到大陸的時候 海外110是勸犯 勸犯罪犯 怎樣天涯若比倫 他視像 找你老爸 夾著你老爸媽在你旁邊 即是那個公安 夾著你的老爸媽在你旁邊 然後跟你說 他不說話 那個警察不說話 然後就等你老爸媽跟你說 兒子 回來了 你知不知道你老爸媽很慘 是不是每天都要被人請喝茶 是不是 今天就客氣一點 明天就未必這麼幸運了 這些是不是天涯若比倫 天涯若比倫地威脅你 其實這個林瑞柔 林瑞柔 即是搞海外110大外宣 甚至如果你看他的微博的話 就會有一堆跟肥波 文翠珊 跟賈偉德吃飯的照片 你看到也挺成功的 整個田飛龍的樣子 他的身材也很像 馬爾錦那些頭髮比田飛龍的 他會不會有那些帽子鬍 他真的不知道 要放大才知道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Sam Dunning甚至在說一件事 就是去年十一月 在唐人街發生過打鬥 是有林瑞柔的手影 什麼叫手影 手影的意思就是他負責組織 負責組織 沒錯 什麼證據呢 這個就 他就沒有正式的 這樣走去說的 他只不過應該就是 等等 你慢慢看回他的報導 因為他說有幾個明顯支持中共的組織 英國福建同鄉會 他就是林瑞柔經營的 他自己直接經營的 倫敦華埠商會 也跟他有關的 你看到的 有些我們之間的對話 福建同鄉會的對話 怎樣組織 還有一個張峰 張峰其實也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在去年那個 在倫敦唐人街的打鬥事件 在倫敦唐人街的打鬥事件裏面來說 他就說 他被Sam Dunning點了相 開了名的 這個人不是就是打人的 他不是就是有一段片 拍到他一拳窩下去的手足那裏 同鄉會的僑領 他是同鄉會僑領 僑領親自打人嗎 是啊 沒錯 OK 這一宗事件甚至是 Sam Dunning說 倫敦警察廳是知情的 是 OK 這個盧凱田 是 Counselor來的 Counselor fo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他說當時有兩個保守黨的國會議員 已經退休的Mark Phil 以及現在都還在工作的Paul Scully 直接陪伴張峰出席2019年 英國福建同鄉聯誼會的奏職典禮 因為在這樣的狀況下 所以你會見到每日電信報 基本上都不敢提到 林瑞友 張峰的名字 在襲擊事件裏面 其實也是在保守黨籌款晚宴裏面 其實也是一個大金主 是啊 都給面子 甚至是有流出一些微信的留言 就說他們負責 這個就是林瑞友 原紅要買羅冠聰和鄭文傑 他們兩個在英國的行蹤和個人資料 嘩 這麼可怕 這個就是林瑞友 這個就是翻版田飛龍 翻版田飛龍 是中國大使館海外華僑事務部參贊 來的 那麼截至2018年 這個組織就是由中國統戰部負責去到經營 嗯 OK 所以為什麼 你現在很 就是我們所謂的瓜田里下 政治上面最怕就是瓜田里下 是啊 你說政治獻金 你說政治捐獻 這些很尋常 但問題就是說 現在你那個領事館 出了事之後 曼城領事館出了事之後 這個曼城四人幫 不是只是戰狼那麼簡單 曼城四人幫打人 可以沒事的 現在你看到執政的保守黨 就是不了了之的 會不會是瓜田里 你昨晚就在你Facebook的私人帳戶 分享了這個蘇格蘭香港人的帖子 就是已經去信給英國總警察局 去到跟進這件事 結果他們的回信就是關注這件事 但是他們可以做的事 只不過是要求中國領事館 免去四個負責打人 有份打人的人 他們的外交豁免權 就是這麼無力的 是啊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不合理的 你看到他這樣打人 完全無視英國的法律 竟然可以 就是 那個態度這麼弱 你看到 甚至施智安都覺得 都出聲都覺得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因為他說 其實趕趕鄭熙元 他們四丁有酒 根本就是一個 應該要做的政治決定 合情合理合法 你要給蘇格蘭香港人 這班蘇格蘭的手足 他們昨天給了一個貼文 說他們現在已經在跟進 去涵了英國的外交部 叫他們回覆 他們回覆回來 原來就是一直持續關注他們的潛在風險 已經不需要你關注 現在要你行動 所以我們應該要給他們壓力 保持著寫信給NP 其實好像你的住客 你的鄰居 是的 你的鄰居都很關注 因為他們的說法就是 有什麼可能有海外警察局 出現在英國這些地方 因為他們是東歐人 他是很驚訝俄老 他說普京都沒有這麼兇 是的 普京起碼都是鬼祟 未至於行兇完之後 還要帶頭電視認罪 這個真的離譜 我們密切關注 今天也照樣我們有夜場 不過就是在香港時間來說 就會相對晚一點 大概就會是12點3 這個就是橫跨到星期二和星期三 是的 12點3 大家會不會留在這裡看我們 我們就照樣做 等你們明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有些多些專題的事情 聽聽聽 起碼我們剛才已經涉獵了3個話題 是的 因為豆腐都想我們說一下 河南鄭州富士藥康逃亡 好的 這個真是好笑 這個真是很打臉 你看到李克強這一邊說 中國的經濟就直接平穩下來 經常說要穩住中國的經濟大盤 喂 這一邊說穩住 找到了 那邊這個富士康 河南的富士康 那些員工大逃亡 那為什麼大逃亡呢 據聞 有報導說很嚴重 成千上萬的人染疫 是的 雖然河南省官方只有69個人 但是問題就是富士康自己都說 2萬人染疫 2萬人確診 不過鴻海發表了公告 就說嚴重不實 但是2萬人和100多人 其實也一樣這麼嚴重 對於大陸來講 動態清零 零容忍的 就算一人染疫 整間IKEA都可以馬上封 其實你更何封 100多人 其實和2萬人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 手段是一樣的 全部都是絕集中營 微信流出 甚至是說 在一棟宿舍裡面 死了8個人 死了8個人 是餓死還是病死呢 沒有講清楚 總之就死了 現在今時今日 還沒有肺 在大陸還沒有肺 我覺得多數都是餓死 多於是病死 多於是病死 是的 這個真是叫康正猛於虎 聽眾都說沒有問題 因為明天打風 今晚可以晚一點睡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 我們晚一點回來 我們接完放學回來再見 拜拜